大家好 又到了中医保健小尝试的时间 我是中医师陈乃金 今天要继续跟大家分享 有关于秋季 我们怎么来养生 上次跟大家分享到 就是秋天容易忧郁的人 睡不好的 这个时候 因为秋天也是比较容易气愈 我们的气容易预住的 这个时候也是要提早来做保养 做处理 其他可能多找人聊聊天 多培养一些比较健康的喜好 或者是找白天有空的时候 出去走走 让自己心情开朗一下 这个都是不错的选择方式 那么我们还有一些 穴位可以在秋天来帮助我们养生 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些穴位 第一个是河谷穴 河谷穴我想在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非常多次了 它就在我们的大拇指 手的大拇指跟食指之间 我们那个所谓虎口的地方 常常按摩这个穴道呢 可以增加免疫力 减少感冒跟咳嗽 在秋天的时候呢 大家不妨啊 也就可以互相就是两只手左手按右手 右手按左手 这样子 两只手按摩一下 这个可以达到预防感冒的效果 那么第二个穴位呢 大家应该也是很熟悉的 足三里穴位 足三里呢 它就是在我们膝盖 我们的外侧 膝盖外侧 我们这边有一个外堵鼻 这个往下三寸 颈骨盘开一寸的地方 这个本来就是一个保健穴位 常常的按压它 或者是刺激它 可以调整我们肠胃的功能 在秋天的时候 如果会肠敏感的 可以按压这个足三里穴 那么第三个穴位呢 就是三阴胶穴 这个也是我想之前跟大家提过的 它在我们脚内怀 内怀的最高点 往上三寸的地方 在筋骨后圆 那它是可以有什么作用呢 可以让我们呢 养阴生经 如果你容易口干舌燥 容易便秘的话 可以常常按压这个三阴胶穴 来做的一个保养的一个 达到一个保养的效果 那么第四个穴位呢 就是内观穴 内观穴呢 这个是青包经的 它在我们手腕 横腕手腕横腕的正中央 然后大家用力有两条筋 这个就在横腕往上 往这个三个横子 就是我们两寸的这个地方 在这两条筋的中间 如果你常常容易觉得胸闷啊 这个气愈啊 然后觉得情绪不稳定啊 我们可以按压这个内观穴 让我们这个胸口的这个郁节呢 把它打开 如果呢我们可以啊 好好的利用这些养生的技巧 其实秋天呢 也可以过得非常的舒适 那么秋天呢 我们一天当中呢 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说我们会建议啦 就是大概呢 五点到七点 我们就可以起床了 这时候太阳差不多出来 就可以迎接阳光 吸收一下能量 七点到九点呢 准备去运动 那在运动之前 我们可以喝点热粥 不要吃冰的东西 那么出门呢 我们要戴一件博外套 避免呢 温差太大 那当然啦 因为秋天白天还是很热嘛 紫外线也是不弱的 所以我们也是要 戴一件博外套 顺便可以防晒 那甚至也可以 自己喷一些保湿的 在我们的 曝露的皮肤上 避免晒伤 那么一定要补充 足够的水分 那么还有就是 我们在饮食部分呢 要多吃些 比较滋阴 比较润道的食物 还有当季的一些水果 那以白色 养肺的这个为首选 那中午的时候啊 吃过饭之后 我们可以稍微小睡片刻 让情绪舒缓一下 那么下午茶呢 我们可以泡一杯红糖 那要不要加 姜呢 就是看每个人 比较燥热的话呢 那个姜就不用加了 那红糖可以加红枣 那个平常呢 这样喝呢 也可以对我们学艺循环啊 有帮助 对我们皮肤呢 也是蛮不错的啊 那晚餐呢 我们就比较要避免 生冷的食物了 最好是一定要吃 温温热热的食物 温养我们的五脏六腑 养我们的胃啊 才不会说 一整天下来 可能早餐又吃凉的 中午呢因为热嘛 又吃不太热的食物 甚至喝很多冷饮 到晚上呢 一定要也是要多吃一些 比较温热的 因为早晚秋天都是凉的 那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建议在睡觉之前呢 也可以泡泡澡 那或者是按摩一下 我刚刚跟大家建议的四个穴位 一边泡澡放松 然后一边呢 按摩养生 这是不错的选择 这个时候到大多4点 到11点就可以准备就寝了 这样子睡眠品质呢 透过我们泡澡 透过穴位的按摩呢 也可以提升我们的睡眠品质 相信呢 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呢 如果大家有办法都在秋季呢 实时注意一下 稍微呢多用一点点心 应该我们都可以过一个天良好个秋哦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下次呢我们再见咯 拜拜